OK 我们现在要帮客户来修正水平的部分 那排水管在左边 我们一直讲 排水管在哪边呢 靠近排水管的那个点的固定板一定要最低一点 应该是要右高左低往水往排水管拍 它在现场的水平纸这边呢 它是左高右低所以水卡到右边了 所以冷气呢就积水在右边卡脏 水平措置导致脏污累积在右边排孔 那我们现在把它做修改 把它拆除掉再重新准位 那你会看到我们有做绿色线的部分 来去做定位线 到时候再依它的基准线我们来调整左右位置跟水平 当时这是险于常理所以等一下要定位水平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还是得做 那拆洗的好处就是可以检查水平的部分 然后同时修一下水平的错误 另外还有针对排水管如果设置不当的时候可以 来去做修正的部分 那我们将螺丝拆掉 然后剩中间一颗 可以直接这样调但是我们要看喔 它的最低点呢原则上在这个位置已经低于排水管 那我们可以稍微升高一点点 然后再往左边调整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重新拆掉 因为现场的喇叭孔我们要重复 它之前没有修毛边那些的状况 那我们要重复到时候这个往左边一点点没关系 来看一下左边那个低一点的位置 只要能隐藏排水管的那个洗墙的孔就没有问题了 等一下直接先钻个洞 我们用的话是高张力的螺丝来去超过的 先将那个扁的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我们手才可以放在那里调整水滴 我们右高左滴 让它稍微往左侧斜一点也没有关系 主要是让它排水顺畅 不然到时候又像之前那样子水卡在里面 我们就持续钻其他的孔 最后再一次锁螺丝了 我们就持续钻其他的孔 OK那我们现场呢就使用高张力螺丝把它固定在墙壁上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水平呢也就重新调整右高左低来 把镜头拉过来 好这边的话就是右高左低的水平值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的排水管带左侧 这个位置呢我们要稍微把它拉高一点点 可以看到有拉高大概一公分 然后再去调整水平的位置 那的话排水管也比较不会积水的状态 以上呢就是背板调整水平的完整记录 那安装的师傅们 不要忘记你的水平池麻烦 帮客户安装的时候 排水管在哪边呢 另外这就偏高一点点 那另外如果你的排水水平抓不好 就会影响到日后捷径路纹问题 那你的水平池有问题的话 麻烦请去更换金属的水平池 或找进口比较好一点的水平池 来去使用 不然你的水平池一直水平挫滋 会造成客户很多的困扰 以上介入说明 我是Ken 关心你冷气的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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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